在講政治或時事上 香港藝人一向都很避忌 甚至不去講 為何你又可以反其道以行 因為大家一路以來都覺得自己不是公民 其實沒有公民意識 是現在這十多年才開始高漲 以前一路以來就算是英治時期 香港人都不是被教育成為公民意識很高 整個香港的情況 但你自己尤其身為人 很多人覺得可能會影響一些事業 你不說也有影響 說的有影響,不說的有影響 不說你就覺得沒有影響 你覺得自己… 我掃地,我固然當然麻煩,一身臭 我不掃地,你覺得垃圾會自己有腳走嗎 你自己住的地方,如果愛的地方 你就是港才叫做愛港 我肯…你肯說才是愛港 那些不肯說的,是一點都不愛香港的 那些人是移民走的 那些人是希望香港死的 現在公眾對於藝人都多了期望 期望他們有公民意識 期望他們會多些發聲 我期望一些… 我期望一些市民有公民意識 不是某一個行業的人 其實現在另一樣,長期都成為社會話題的 就是一個叫做中港矛盾 近期更加有個說法 就是覺得香港有人歧視新移民 你當然是土生土長的 但是你小時候因為混血兒的身份 都受過一些歧視 覺得有沒有這個現象 中港矛盾或者那個歧視 說起這個歧視就厲害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到的 現在就經常動一點就說歧視 以前沒有什麼這個字的 叫做什麼呢? 看不起你 為什麼看不起你? 看不起有什麼? 例如你窮,我看不起你 例如你的職業低賤,我看不起你 或者是你的行為粗皮 我看不起你 那麼你首先要搞清楚 究竟我的混血兒這個身份 這個身份不是我想,你歧視我 你如果看不起我,你就歧視我 因為這個身份不是我做出來的 我隨地吐痰 我到處說粗口,不守規矩,打尖,偷東西 我的行為很下作的 你可以看不起我了,你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是混血兒 你看不起我,這個叫歧視我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低下的人 我去看不起你,這個不是歧視你 這是你應該別人看不起你 所以你要分清楚 究竟為什麼看不起你 譬如說一個正正常常 很有禮貌的內地人下來買東西 我不賣給你,這個是歧視 但是當很多大部分你接觸到的內地人 都做一些不太好的事的時候 你很難說 就很多不是頭腦那麼清晰的人 就慢慢慢慢他真的會歧視 你頭腦很清晰,尤其是經常都是… 我是有些人頭腦不清晰的,不代表我頭腦很清晰的 你經常都會在網上和內地的網民開戰 對於中港矛盾這件事 還有沒有特別的看法 最主要是文化差異 最主要是他們那種…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而是在網上或我們聽到的聲音 在價值觀方面、文化方面的差距實在太大了 譬如說,你去上一個用廣東話教授的課 你要求別人來講國語 我會覺得,上得藏來牽屁 你給我來,你就要養我,你給我福利 我生了一個兒子,你不幫我包 但是人民日報就叫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 香港發展不需要新香港人 香港發展需要香港人 如果實以需要新香港人,那舊香港人去哪裡 不如你批個地,將舊香港人 解放軍對著槍移去大西北 那這裡就全部是新香港人 你怎麼定義… 香港發展只需要香港人 你怎麼定義香港人 或者什麼叫香港人 香港價值呢 這個要問他們了,什麼叫新香港人 他們提出的嘛,這個詞 即是新香港人和新中國人 英國和新英國是兩個概念 新英國不是英國的,對吧 新香港人不是香港人 新中國人也不是中國人 如果以概念來說 那香港的價值,你又覺得是什麼 香港的核心價值 黑虎內勞,樂觀 這個才是香港核心價值 一直下來 因為香港是一個大用爐 所以你說所謂什麼新香港人 其實那個概念是完全靠差錯 它是完全說這些東西的人 是不知道香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新香港人,我猜他們所說的 就是那些內地移民下來的 那些新香港人 但是香港怎麼指是這樣 印度人呢,中東人呢 有些混血的呢,有些愛國人呢 那些是什麼人呢 那些是抓去打靶 是不是都擔心 例如他來到一個文化差異會 可能溝淡甚至是衝擊了重心的 文化差異不要緊,學習 因為以前也是的 以前香港說有多少上海人 有多少北方人 撩鬆,大用爐 但是主要是什麼呢 都是廣東文化 都是說廣東話的 都是慢慢的,你看一下李嘉誠 都是說廣東話的 他不是說廣州話嗎,扔廣東話嗎 一樣是這樣 你下來不要緊 你學廣東話 不要妹仔大過主人婆 來到別人的地方 就叫別人… 你倒杯茶來吧 這間屋子是我的 你倒杯茶來吧